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样样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唱谈六祖谈经 一一三五 正寿三昧 整理着心灯 读诵者 心音 学佛 你不要学到没有感觉 因为你不是无情 一个境界产生 你一定有感受 师父他骂我 我很生气 我这样算是修行人吗 如果你没有骂回气 已经有修行了 你知道各种境界产生的过程吗 你分析得越细腻 就代表你越认识你自己 你越来越了解五蕴是如何运作的 五蕴即那个我 人的感受 人的感受有三种 苦受 乐受 不苦不乐受 此三受 是深的感受 严格说起来 受有五种 即 幽受 喜受 苦受 乐受 舍受 这五种感受都有 是心的感受 故心的感受范围比身更广 一般简单的说法 都只讲三受 你学佛 进入修行 你要活在哪一种感受 若都不受 岂非形同草木 你不要套名词 而是要消化 即是以自己的语言讲出来 不活在这些陷阱 是什么状态 一定不是没有感受 那叫做正受 而一般修行人修行 就是喜欢这两种感受 这两种感受 假设不产生 它就会退到 这五种都是陷阱 它都是 不是真实的 因为它随时会消失 你抓住任何感受 就如同你用手去抓浮云 抓水 抓都抓不住 抓它 你的手会用力 抓不住 你又会很难受 色韵升起 一定会升起感受 你可以先观察这些感受 也是缘起的 也是各种条件形成的 也是无常的 并不仅仅色韵是无常 这五个都是无常 我是以修行的角度来讲 你骂我 我不舒服 但我在观那个不舒服 是无常的 你赞美我 我的心很舒服 但我在观那个舒服 是无常的 你跟我既不特别亲近 也不特别疏离 那个感受表面上 没有多大的起伏 但我观那个感受 也是无常的 我自己起个烦恼 我有挂碍 我忧心 我担心 我要观 我升起这个忧虑 它也是无常的 读了谈经 我很高兴 很法喜 我观那个法喜 也是无常的 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这就能让一个人 证得阿罗汉 难传的修行 很多人 就是停留在此处修 色受想行识 用一个最粗糙的说法 你所谓的痛苦烦恼 其实就是苦忧的感受 你的内在就是苦 就是忧愁 就是担心 害怕 恐惧 不安 这包含在感受里面 我们的修行 不是停留在这里 而是要照见五蕴皆空 如果你停在这里 你如何能彻底观察自己 深刻了解自己呢 所谓自己 即是五蕴 所以你要观察 当你升起了这些感受 你观察你的感受 它是无常的 你不观察 它也是无常的 并非你观下去 它才是无常 它本来就是无常 只是你有稍加注意 即为作义 当色韵形成 你升起了感受 这个时候 你便产生了自己的想法 比如苦受 当你升起苦的感受 你有自己的想法 你常常想 如何让它消失 当你被人家骂之后 你是没有能力 让它很快消失的 但苦的感受升起来 你一般都会产生两个动作 不是要去逃避这个苦 就是要将这个苦丢给对方 即是攻击对方 以牙还牙 你踢我一脚 我就还你一脚 你骂我一句 我就还你一句 但通常不止一句 我会回一串 这个苦生起 你有惯性 你会想让它消失 这个乐生起 你会希望它持续 这就是承认 有苦与乐 不论你希望苦消失 还是乐持续 都在你内在的摊 和称在作祟 文后思维 你是如何对待 你的各种感受的呢 心平和老池节 行旨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大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